记者01章嘉义报道 王姓男子昨天使用卫星导航在嘉义县山区旅游 但导航却将他引导到偏僻山区 由于最近山区下雨 产业道路泥泞不堪 车辆不顺陷入山沟 动弹不得 只好向警方求助 中浦分局中浦派出所所长 庄振峰警员李孟威及洪一亭等人前往救援 先用人力徒手 班牌蛋派虫难以踏起 后来通知驮吊车到场救援 总算脱困 嘉义县警方昨天下午一点多货报 中浦湘石落村家135县产业道路 有车辆卡在山沟 警方和热心的当地居民前往寻找 找到王姓男子的车辆 耗费一番功夫 总算将车辆拉上山沟 王姓男子跟警方说 原本开车要从中浦乡中轮村到台南市观载领 但对山路不熟 看着导航直颖 却转入产业道路 道路又小又泥泞 心里慌张 不顺开入山沟卡住 而动弹不得 经警方和拖吊车协助救援后 王姓男子还是相当害怕 担惊又迷路 因此由庄振峰协助开到平面公路 王姓男子才接手开车 也非常感谢警方帮忙 王姓男子